他也都曾經努力過 那當然過了五六年還是一家 所以其實年紀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今天影片也會提到 午暈症的時間也是一個很重的問題 那年輕人或是覺得沒什麼問題 其實檢查人才知道 那跟各位報告的就是說 其實年齡跟生育的關係呢 有相當的嚴重的關係 那這張圖給大家報告的是 有關於男生跟女生的差別 那可以看到男生大概一直維持在一個 整理的線 那一直到下去五十歲才開始慢慢下降 那上天呢很不公平的 女生呢 大概從三十五頭三開始 就男生就往下掉了 那這個為什麼會這樣 我想很多女生大概都不是很清楚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其實這是上天不公平的地方 男生其實到了七八十歲 像郭台女生 他找一個年輕的妹妹 他還是可以生個小孩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 那因為 男生的精蟲是每個月每個月都在製造新的出來 也就是說其實 八十天後 他還健常的製造就出來 那不管他大六十歲七十歲 他還是新的細胞製造出來 那女生差別在哪裡 那是女生的卵子呢 從出生 甚至在媽媽肚子裡面 那些素料都是固定的 這是每年每年的用掉 那也就是說 可能這些存貨呢 在女生的肚子裡面放了三十年三十五年之後 這些存貨 開始要過期了 開始再老化了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年紀之後的女生 那她的懷孕率直直下過 大概這次 目前可以知道的一個比例 那 什麼時候呢 她的懷孕率率會開始下降呢 那可以看得到 我把它mark出來 大概 31歲以上 大概就掉到20% 每個月的懷孕 那22歲的女生大概是在四分之一的部分 那到了 36歲 還剩下45% 那甚至呢 到了39歲 已經每個月還已經不到10 那更何況到 42、43 大概都增加5%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前幾個 前幾三個月吧 一個女孩子45歲 她跑來 那這時候呢 大概就沒辦法再榨出了 純粹平均 所以呢 也一些 一些研究報告有去講 適合懷孕的年紀呢 實在是8到3000歲 31歲以後呢 這些懷孕的機會呢 就開始在想想 這還是很好的一個告解 所以呢 不孕症的定義呢 從以往 我當住院醫師 很久很久以前 的定義大概是定在 一年 有正常性行為的情況下 沒有懷孕 稱為不孕症 那後來呢 把它改正了 35歲以下 稱為一年沒有懷孕 那35歲到再40歲呢 如果是半年沒有懷孕 就把它改成半年了 40歲以下 甚至也有人提出來 三個又沒有懷孕 慎 慎 結婚 一結婚 想好懷孕 大概都是不孕症的病 那原因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幾個 因為它的卵子已經用光了 它卵子已經用光了 那這個 圖呢 大概是告訴大家 各位記得 我們應該常常看到 很多不孕的原因 大概是男生一半 女生一半 合併因素 不孕因素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其實 我們去細細的去分 除了男生因素 女生因素以外 其實女生因素裡面呢 還有卵巢的原因 有些女生呢 它有種類某一位的心情 那還有蘇蘭果的因素 或是不孕原因 跟其他女性因素 那除了這個外面 是多重因素 也就是說 可能合併呢 這其中的一些問題 好 那這些問題呢 可能這位朋友會覺得說 好 你就來檢查就知道了 其實不然 有些問題是需要時間去證實的 像子宮內膜異位症呢 現在一直在推 是不是可以 不用開刀就可以檢查出來 那當然 很多子宮內膜異位症 像軟草的 軟草 巧克力兩種 超人坡就很容易猜得出來 好 子宮獻祭症 子宮 體的子宮內膜異位症 也很容易檢查出來 但是呢 如果是腹腔裡面的子宮內膜異位症 有時候超人坡是沒辦法檢查出來 可能就要花時間去做腹腔刑 那這些都是腹腔刑 那至於其他腹腔原因 有相當相當的多 後面會跟大家報告到 那蘇軟管理處 可能也是需要在運行的時候 去做蘇軟管理處 才有辦法去治療 好 那我下來呢 給大家報告一個例子 那這是一個女婿 39歲 那婚後五年呢 都沒有保育 好 結果呢 他就到一般婦產科看看 結果發現 有一個肌瘤 有肌瘤 那軟調功能呢 肚子不是那麼清楚 那蘇軟管理處 還是不知道 那怎麼辦 我們就可能去做一些基本的檢查 那這些基本檢查呢 可能第一個 先看看肌瘤到底多大 如果大概五公分 那可能就必須有開刀的可能 那甚至呢 必須做一個子宮計程查 那子宮計程查 那子宮計程查 目的是要看什麼 看一看 這些肌瘤有沒有影響到子宮腔 有影響到子宮腔 可能必須去做手術 那沒有影響子宮腔 或許可以不用做手術 但是 是不是真的不用 可能還要看他後面產科的歷史 有些人覺得 這個肌瘤都在外面啊 在子宮的外面 沒有影響到子宮腔 所以不會影響懷孕 對喔 是不會影響懷孕的機會 但是懷孕之後呢 那陳委員長在這邊 很多有肌瘤的女生 在產檢的過程 在懷孕的過程 常常會有早餐啊 肚子痛啊 等等這些現象出現 那這些其實在我們進入想要懷孕的時候 就應該去做這些試騙 做這些檢查 那再來呢 懷孕功能的檢查 我這邊標示了 大概一頭兩個月 因為懷孕功能的檢查 除了我們現在常知道的 AMH的Ocean 4-1 有時候呢 我們還必須去追蹤 看懷孕發育的狀況 還有所謂的基礎懷孕的量 那這些呢 可能必須在 月經來的時候去做 那有些呢 可能必須去追蹤 一段期間 譬如說 他的排卵體軟化和大俠 吃個排卵腰也沒有反應 那這些大概都需要時間 那最後呢 有些人 都很關心的出軟管攝影 那一般出軟管攝影 大概最好是在月經來的時候來安排 那歸孕功能的部分 因為前兩天又發現 有一個病人回來我們診 他就來講 把我懷孕了 可是我上個月在某某醫院 做了子宮鏡怎麼辦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他是12月以後 應該越精彩 結果沒有來 結果呢 在某家醫院呢 他就直接把他 在11月裡 剛剛做了一個子宮鏡 結果先懷孕 前幾天來我們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認真狼在那邊 他就非常擔心 那我那時候做了一個子宮鏡 就不會影響 所以呢 我剛剛提到 子宮鏡的檢查 是必須要在月經結束後 月經結束後 乾淨就馬上做 而不要拖到所謂的黃體器在做 可以避免這些風險 當然 大部分來說 很多研究報告認為說 這時候做大概沒什麼影響 但是 懷孕的媽媽一定會擔心 也一定會擔心 這殘疾的過程 跟後續小朋友懷孕會受到影響 所以呢 這種零零終策的檢查 可能要花很多的時間 大概這是最基本的檢查 大概就要花這些時間 好 如果萬一這個肌瘤呢 是必須開刀的 那開刀後呢 可能又要休息 又到十個血月才能懷孕 特別是腹腔筋手術 跟科技能不能報告 手術基於一般分胎腹跟腹腔筋手術 那如果是做腹腔筋手術的話 可能腹腔筋手術要非常小心 要告誡病 千萬不要在很快的時間懷孕 你們這些都有案例 之前遇到過人 開了 醫生也不是到誡 結果他隔了兩個月就懷孕 結果到30左右 都破掉 懷孕當中子宮破裂 這是一個急診 那還好命大 他是一個有因站 很快就跑去醫院急診 就把小孩子開出了案例 還好子宮還不至於說出血 但我必須把子宮拿掉 所以如果像這個案例呢 這樣下來 他可能一拖 可能留到40歲以上 才能開始去處理這些懷孕的問題 因為肉依器有這些東西 但可能有人會問 我肯定會有這些 當然 但是你不做檢查怎麼會知道 特別提出來的原因是 常常看到在門診 有很多年輕朋友想要懷孕 第一件事先去看中你 這是絕對錯誤的觀念 你必須要到婦產科 或是甚至是在國營診科醫師檢查之後 再去看中你 因為這些東西 都不能把他做出診斷 那吃了以後到底好不好 或許能不能有一條孝子 可能就會有一些拖遠的時間 所以我們提出來的問題 你如果說這個女生 不要等到39歲 她34歲結婚的時候 居然做檢查 做最重 那結果會不會一樣呢 看 好 這一張圖告訴大家 是 女性的年紀跟試管有懷孕的相關 前面講的大概就是 試管懷孕的一個機會 那如果做試管的話 可以看到 在35歲以下 這是活產率 就是可以看懷孕回家的比例 大概是在40到50 那到38、40 我們今天的病人 在40歲左右 大概剩下20到10幾間 其實試管這麼強大的一個工具 還是這樣 所以 整個一直在調 那也跟各位記者朋友報告 我們在台灣 女性朋友做試管的平均年齡 小龍在這裡 大概在38歲 在38歲 所以 這個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再往下看 那至於說 五一寸持續的時間 會不會有影響 那從2019年這一篇Paper來看 她可以去做了一個 所謂自然周期的試管 然後去看她懷孕疑 所謂自然周期的試管就是說 她沒有打很多海岸針 讓她軟泡長很多 那以上的星星去看 34歲以下 可以看到26.3%的海岸針 38到4歲呢 增加15.7%的海岸針 所以這中間呢 直接降到腰爪 那另外呢 她也去統計的 福音鎮年時間 跟懷孕的比例 那可以看到 1到2年呢 是34% 那大海40以上 大概就剩下9.5% 所以 在一開始 一直在想要 年輕的朋友 不要以為 你很年輕 但是 福音鎮的時間 持續的時間 也一樣 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就像一個28歲女生 那可能覺得很 我還年輕嘛 有拖到32 34 這中間也沒有 你也必須莫名其妙 都沒有環入 結果呢 檢查出來 其他對問題 他有可能有哪些問題 像他這個研究做的呢 自己自然週期的成功率 自然週期的試管 然後去做胚胎植入 那確定有胚胎植入 結果沒有環入 那中間 有多少問題 可以必須去探討 第一個 他植入的胚胎好 或不好 第二個 植入之後子宮的環境 是不是有慢性發炎 細菌感染 有結構異常 這些都會影響 甚或呢 這女生本身 有些免疫系統的問題 或是跟先生之間 有一些排斥的問題 那當然這兩年 最新在討論討論 就是 金蟲DNA 社群體育 也就是說 男生的金蟲 男生的金蟲呢 一般來說 影響 以尤以瓦克認為 年紀大 跟年輕的影響不大 但是 最近幾年發現到 如果說 我們正常的一個細胞 在代謝的時候 也就是說 他要凋亡 或是 壞死掉的時候 他裡面的DNA 會長得碎益 那如果說 這個男生的金蟲裡面 因為碎益的比率 越來越高 那統計上超過30%以上 大概會跟後面 反覆流產 或是胚胎長不大 或是美貌懷孕 都有相關的關係 那這些 大概都是需要去做一些查的 那再來跟大家探討的是 胚胎好壞的理由 大概有這麼多 主要第一個 金蟲的部分 第二個呢 是有關於卵子的品質 那卵子的品質大概就會跟 原有的一些疾病 跟年紀 跟重量性卵巢 跟子宮的某一位 或者是 之前有開過卵巢的手術 那我特別把這兩個東西 mark起來 生活作息跟營養條件 我想在台灣營養條件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也就是說 台灣現在營養不足的 幾乎是沒有 那大部分就是 營養不均衡 營養不均衡 太多的那個 太多的 實際度來源 那再來就是生活作息 那很多常常是 熬夜啊 玩手機啊 玩到天亮 那這些會不會影響 舉一個例子 大概在去年的時候 我剛過來 有一個三四歲的女生 第一次來取完 很多了 取不到百科 後來問他 他每天都是三四年才睡 問他為什麼 他說 就睡不著 後來想說他每天幾早睡 改成十點十一件就睡 結果第二次我們就很興趣 就拿到五六顆卵 所以這個生活作息 其實影響女性的一些排卵功能 跟卵巢的功能 相當大的影響 好 那受精之後的胚胎發育 胚胎到底好不好 這件事情還有一個問題 那怎麼去看 受精後胚胎好不好 那可以看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到糖胚 大家一定要知道 大部分都會去放到糖胚的直路 那如果以我們現在常用的方法 自然週期跟人工受孕 那我們來看 其實是無法按鈕胚胎到底好不好 很多年輕的朋友都會跟我說 我這樣子吃藥 補充了這麼多保養品 我吃了這麼多中藥 到底我的胚胎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沒辦法告訴你 因為我沒有答案 那怎麼知道 只有進入治管的療程 我們才知道 拿出來看看 我們才知道 他發育的時間對不對 比如說 我們知道的 兩顆變四顆 這個叫做 兩顆一顆四顆 四顆剩八塊 二顆四顆剩八 然後最後在兩顆很多 上腎的情況 就是拿來 那這中間 發育的時間 跟發育的形態 都可以判斷這個胚胎好不好 然後再來 有現在呢 可以去做 把這個胚胎呢 切一塊下來 切了大概五顆細胞出來 去做基因檢測 就是所謂的胚胎切片檢測 那剩後這幾年呢 已經發展到了 可以 不需要去切胚胎 直接把培養胚胎的這個 培養液 拿去做基因檢測 那當然這個階段 可能還有很多 值得發展的階段 那 你國際的協會認為說 這個階段 應該沒辦法去做 所謂的診斷 只能做為 我們去選擇胚胎的一個依據 也就是說 我從這些培養液 去培養出來 這些基因的片段 那這個跟真正胚胎的好患 還是有一段落差 但是呢 可以足之 讓我們可以去做 胚胎好患的一個判斷 那我想這個 多年以後一定會是主流 因為大家一定不希望 好好的就陪胎 你對小孩把它切換下來 去做檢查 那再來講到的是子宮的環境 那子宮環境有這麼多的原因 那我想 各位一定常常聽到 病人在講 我子宮內膜太薄啊 那到底什麼時候來看 因為在門診堂看到 就病人把問 那個醫生叫我來看 子宮內膜日太薄 結果是月經來的時候 所以這個也是要配合月經週期 在排滿期的時候來看 而不是隨便一個時間前 可以看得到 那太薄有什麼辦法 可以給東行處啊 有些甚至可以把內膜重新刮掉 讓它重長 或是打一些 就是所謂的 九條板 豐富的 九條板 要子宮槍裡面 大概是這這樣子 的一些方法 那至於說 子宮獻祭症 可能要入治療 總數 那 我們最近 這幾年常在講的 子宮內膜慢性發炎 還有 子宮病道的感染 那這時候可能一些抗生素 醫療症性都升得到的方法 各位記者朋友 趕快訢問 最近有人在提到 子宮內膜著床期的異常 那這時候可能就必須把內膜 去做抽吸 然後去 進行診斷 看它這個期間 是不是適合著床 不過 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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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還是有些一些增益的存在 大概有一些增益的存在 那可能還需要更多的研究結果 才能證實 那確實是值得我們 常規矩使用 那 我們在答案想應的話 我們大概都會把它放到 很多檢查過後 很多檢查過後真的發現 很好的佩甲醫師放 沒辦法去檢查 那再來就是全身免疫系統的部分 那第一個想要就是 假狀腺的功能 然後 這個大概 我提出來這些 大概是 不管是在歐洲或美國的文證委會 大概都證實 確實是值得你考量的 看名字是抗體 這是後全 還有假狀腺功能 那再來就是一些 可能我們想得到的 血栓的行程 有些 一會兒運了 他產生了血栓 所以他開盤行程上出現問題 他就產生流產 或是自體免疫 或者是夫妻覆吃的狀況 那提出來這麼多 大概是告訴大家 其實 很多原因都要去找 都要去花時間去找 那 特別像今天提出來這個案例 他已經不眠不遇了 所以 除了胚胎 除了卵子 除了 常見的疾病之外 可能還有許多 需要花時間去檢查 那 所以如果這個病人 他在34歲 就結婚後更早 那 來做檢查 會不會有苦 我想 以上講了這麼多原因 各位記者朋友 應該是 應該是 都可能會不一樣 特別年紀 還有 那個 服孕症序的時間 大概不會有相多的影響 那或許呢 會少來一些感動人的故事 會聽到鄰居說 噢 我女兒48歲了 懷孕了 好 我的外公主 我看過最多的是 一個女生50歲懷孕 這不是我做的 女生是個成賴 她從44歲就開始收了 收了 每個月 每個月這樣收 一顆兩顆這樣收 收到 將近50歲的時候 放進去懷孕了 那 這個東西 或許是非常感動人的故事 但是其實 很辛苦 她收了六年 如果兩個月來收一支市管 一年多六支 至少三十次的居然 那 是不是需要把自己逼成這樣子 那她來找我看的時候 她是懷孕二十幾週 那有一些胎兒長不大的問題 胎兒還是比較小 沒辦法達到固定的重數 所以 往這邊看 那這中間 有沒有辦法真的把小孩子抱給家 不知道 可能還是一些 感動性的故事 那 也可以少了很多遺憾可惜 這個 每兩個月許一次 一個月許一次 那每次拿一顆 兩顆 沒有 沒有就哭 這個很痛 好 那最後呢 可能要告訴大家 如果要準備懷孕的福 不管年紀 趕快來接受檢查跟評估 那可能 特製化的這些福音的療程 會有不錯的一個方法 那也能盡早 能夠想要交給你 帶你回家 大概是這兩 那最後呢 可能還是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捐進捐軟的一個檢介 那這是國健體測出來的 我想 那 可能他有人懷疑說 台灣是不是捐軟 捐應該沒有 台灣是不是捐軟是不合法 其實台灣捐軟是合法的 只是它有一些條件跟限制 那還有費用的部分 所謂費用就是說 其實並不是真的 應該是以補償的方式捐贈 那 營養菌的部分呢 最多上千是九萬九 也就是說其實 如果一個女生去捐軟 結果他拿到超過九萬就 上個瓶釀 那 好 冷凍之後呢 那就等受政者 安排療程 安排時間來做冷凍陪胎的進入 那各位可能會覺得 那這個還不錯 一次就可以舉 其實不然 因為曾經 之前也遇到過 有一個媽媽 媽生完小孩就馬上來QQ 結果我們舉到的欄數不足 我們後來也再拜訪 再多取一次 再多取一次 希望能夠給 接受者 一個更好的機會 還好後來那個受政者 也真的送胞胎 有成功的法律 那這是一些法規的法律 那所以其實 捐軟的人也不用擔心說 會不會有一些風險 或者是說有一些 後續的問題 因為 其實像中國大陸就發生事情 之前他們都去泰國做 所以應該要先做這個消息 結果做完了 那小朋友出來是堂室 結果那夫妻不一樣 就把他想去丟在泰國 那這些事情後來 因為有很嚴格的法規 跟很嚴格的一些細節 所以應該原則上 目前都還算是平和的 成功的捐贈的一個過程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對大家的報告 那希望大家能夠去體會跟了解 就是說其實這些女生 她除了年紀的問題之外 其實結婚的時程 還有 結婚的時程 還有檢查的過程 都是需要很多的時間 那有些檢查的後續 還是需要花時間去幫忙 去接受這些治療 所以 像剛剛提到的那個39歲 那其實已經 將自己逼到邊緣了 那甚至 其實我們現在常常看到很多 40歲以上的女生 在我們中心在區域 那 這些人其實 很可憐 其實一直反覆 那他們都回顧當初 想說當年30歲的時候 20幾歲的時候 沒有趕快去想這件事 只想著要賺錢 想著要經濟環境好 那其實 養小孩真的那麼困難 可能是要好好去思考的事情 那 以上今天的報告到這邊 回答第一個問題 那 基本上紅半性狼艙SLE 它本身就是一個潛在的風險 那 它是不是適合懷孕 可能要看它 SLE的 對不起 紅半性狼艙的控制狀況 如果說它是在一個 已經回到肚子穩定狀況 當然在即興起的話 我們會建議是不要的 那如果說它已經控制在一個 已經穩定的期間的話 那我們建議它其實可以趕快進入療程 那 因為這中間也會影響 那我剛剛提到的一些全身性免疫的一些疾病 那本身也存在 像 現在 世界的 學會認定 確實要去關心去注意的人 就是我們知道的所謂的 APS 還有甲狀腺的問題 那這些 大概都可以考慮 藉由藥物 或是藉由增肌的方式 來 讓它懷孕持續下去 能夠穩定的懷孕持續下去 那至於說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於 宣傳的部分 我們確實是有提供這樣子的一個 因為 其實 就像今天開這個季節 會出了 要建議大家 鼓勵 而且 年輕的朋友 盡早來注意這件事情之外 其實 目前來說 不管是我 之前在期眠後 來教大安 都是 遇到很多 40歲以上的女生 想要懷孕 那 這些40歲以上的女生 想要懷孕的話 常常會 到最後是 取不到軟的 特別是 剛剛 各位看到那個 那個 那個線圖 可以看到 42、43以上的 常常真的 有時候一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沒有 這樣子 那 這些人 有時候 真的是需要 有一些年輕的朋友 完成他的夢想 那 捐軟的人 其實除了 我們講到的營養肥外 其實 應該說 應該說 會有一個 幫助人的善心 那 完成一個 夢想 那 為什麼後來 特別提到一些法規的部分 就是說 要讓這些捐軟的人 放下自己的心防 其實 我們台灣法規這一塊 生子醫學法這一塊 做得非常好 所以不用擔心 後續的一些 糾紛出來 因為 甚至 接軟 接受軟的人 還要去法院做公證 那 有法院來幫你做這個 捐贈的一個 一個 一個保障 所以 也不會說 捐了以後 然後 後續這個小孩子 吵著要營養 或營養 或怎麼樣的問題出現 大概會 依據病人的病 的狀況有所不同 那 譬如說 這個病人 我打得很年輕 我可能打針跡很輕 那大概 不用那麼多的費用 那如果說 年紀真的很大 我可能 一天要打三四支針 那費用就會相當比較大 還有 黑胎的數目 所以 在大安這邊 Around 大概 大概 我只能給一個概述 大概在 13到 13到16 17萬 這附近 那當然中間如果說 還有一些檢驗的療程 就還有其他的費用會產生 那如果受卵者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一些其他的檢查 還有捐卵者的營養費 跟捐卵者的打針的費用 所以相對的堆疊上去 就會在二三次左右 讓他的受益率更低 這個原因可不可以稍微請主任再說一下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榮年 那現場的兩位醫師都是很資深的 那我是想要請教 就是剛剛院長就提到說 他已經要進入第四個循環了 那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兩位醫師 比如說 比照院長從77年的農年到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說你中間經過這麼多的農年 到底有沒有 就是 不會請楊文醫師分享一下就是那個 不同農年這幾年來講 有什麼很明顯的差異 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那 這個應該說是一個比率的問題 那剛好有這一篇研究報告律頭寄出來 那有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那 可能 在福運的年年 執程裡面 譬如說 你本來一年內 結婚了一年內是要懷孕的 但是呢 結果發現 兩年了 都有正常的新生活還是沒有懷孕 三年了 正常的新生活還是沒有懷孕 四年甚至到五六年 都沒有 那 可以意想得到的 這裡面大概 全場的很多問題存在 那 可能有很多致命的問題存在 那 這些問題呢 是必須要 一一的去做檢查 所以我才會提出來 可能 在他的研究裡面 我們NAS路沒有完美的研究 有這麼多 那 而不是單純的 時間的問題 只是單純的 年紀的環子不好 沒來找不好的問題 或者是說 只是單純的 時間碰不到的問題 好 譬如說 有些人會說 我先生在 大陸 之前幾年比較長 之前在大陸 那不然台灣 好 那就 一直碰不到好的事情 那 這中間已經 四五年 五六年 所以 可能 除了這些原因以外 真的 他本身 可能有一些 指動環境的問題 放進去 最好的 進去還是沒辦法完 那 全身可能有一些免疫系 的問題 那 放進去了 現在放進去了 還是沒辦法完 那這些就 主意的主意的去檢查 那 我可能沒辦法給你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但是 可以想得到的 一個女生 不是 是一個對夫妻 有在哪些行為 這麼久的眉毛懷孕 一定不是單純的一個問題存在 所以相對的 那 後續來做事館 兩年 一定會受影響 那 至於說 因為這些 就像我後面提出來的這些可能的原因裡面 有一些真的是統計上 我們沒有辦法 很確確有一個答案的 但是呢 確實有少數人 有少數人 確實是這些問題 這樣 就像 我常常 在我中心 常常會叫病人 去做一個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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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 也就是說 先生抽血 離心過後 剩下的尾巴球 打到太太的皮架 那這件事情 其實 有很多的 存在的 可能危險 譬如說 先生有什麼傳染病 太太也會有 但是呢 有時候 我們做的檢查 有一些理論基礎 確實是有可能 是這樣的 那做了以後呢 後來就換你了 大概 這個也有一個案例 就是 其實案例很高 只是我腦袋裡面想到 有一個女生 她做了 大概做了五次的試管 那時候配胎都很漂亮 她一直放進去 後來我建議她來抽血 看看 結果後來就建議她來做 一個 故事的狀況的一個檢查 結果後來 下一次只錄影 所以這些呢 可能都是存在的原因 那當然 當然 學會上 很多 歐洲不幸證明會 或是 美國的不幸證明會 會有提到 會有一些建議跟證實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 以個案去討論 有些人確實她的狀況是特殊的 所以必須去做這些治療 這是我給你的 榮 不過我想 陳業長應該比我有驚訝 那應該 從我當住院士 他就在接生很多 由他來回答 比較適合 是榮的傳聞 對不對 所以 對榮這個生效 本來就賦予相當 賦予相 賦予相 帶來 幸運財富的 這樣的一個生效 所以 其實在所有的十二生效裡面 就是榮的 特別付出 就是在整個 在過去的紀錄上是這樣的 但是 不一樣的榮 有沒有不一樣的生產素 確實是有的 因為 環境的關係 那譬如說 像我這隻 我可生產素 十三年次了 這個是戰後 經濟付出 的代表 代表做 我們在日本 戰軍之後 整個投降之後 第一次榮是四十一年次 但是那時候 經濟還沒有那麼不足 那到了五十三年 這一支 就很多 我那時候 考到哪一中 全校 一整年 第一高一 收了一千兩百名 二十班 每班 滿照六十個 這個 你就是要看到 我們 然後我們在 考大學領考的時候 那一年 全國大學領考的人數是十二萬 我們以前 以前 在高職就很多人讀了 五專也很多人讀 因為他們都是有一技再生的訓練 所以他們很希望去讀 高職就業 然後五專 所以排掉這些 竟然還有十二萬個 來考大學領考 那你就知道這一支榮 真的是很奇特 那另外 接下來這一個榮就是 千禧年這一支榮 千禧年這一支 你看喔 民國87年 是一個虎年 虎年這一支虎 是最糟糕的虎 為什麼 因為它影響到我們大學升學 是整個 最低入學的一個年代 105年大學入 所以因為87年這一支虎 但是千禧年的關係 千禧是一個相當吉祥 很令人紀念的 所以這支千禧年喔 那一年 真的將近快40萬 38萬多到39萬左右 所以這支榮又不一樣 那接著我們現在下一支榮 希望能夠經過大家的努力 再去推 去提升 看看能不能整個要解救台灣 就用這樣的概念意識 把這支榮再整個把握上來 要不然今年只剩下13萬 你看千禧年那一年 我們生得快40萬喔 現在竟然只剩下43萬 這是台灣怎麼死吧 什麼死吧 我會在醫院 因為一個月就是生一百多個 那 東主任他說 那時候 那時候 是我的作用醫師嗎 所以我們都一起努力過 這樣的一個勾劣的歲月 那真的是很辛苦 當然現在燒子化這麼嚴重 你看看 幾乎降一滴 剩下 上面之一 生產素一樣滑到我身上之一 所以 所以 當然現在喔 變成說 生產就是集中在幾個 比較大型的這種 這種 醫院 副留醫院的 底下在生產 所以現在副產科說實在是 都很 已經走到西洋 西洋公園 所以都變成喔 很多 很多這樣的一個副產科醫師 幾乎有很多人都關起來 或者是 簡單的開一些門等 所以 現在副產科 啊 尤其我們下雨是兒科 那兒科又遇到疫情 你看 整個兒科倒電了很多人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副佑 需要再更加強努力的一個地方 來 月經週期 所謂月經週期 大概分了兩個階段 一個是所謂的 綠炮期 跟所謂的 黃體期 那所謂的綠炮期 就是 綠炮成長的這個時間 那這個時間 叫做綠炮期 那後面呢 排卵之後 這都內入了一個排卵的期間 排卵之後呢 會產生所謂的黃體期 好 那 所謂的排卵期 跟月經週期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很多女生都覺得 欸 我都有規則的月經來啊 那為什麼我還是沒辦法 跟他說 有規則的月經週期 還不代表你就有排卵 這兩個是不一定的 但是有排卵的週期 就會有月經來 就會有月經 這樣聽到嗎 所以排卵是在前面 有正常的排卵週期 才會有正常的月經週期 但是有規則的月經週期 不代表他一定有排卵 要了解 那再來 為什麼必須在 不同的月經週期 去做不同的檢查 考慮到 考慮到 我們體內的荷爾蒙的變化 是覺得 整個月 整個月的月經週期 有起伏上下 那每個人起伏上下呢 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很大的一個範圍 所以呢 有一些雪莉的抽選 必須在月經來的 第一到第三天 或第一到第三天 之前抽 那這時候 比較有很多的研究報告 才會去支撐 看到這些數據的判斷 那可能各位 常常會看到 有一些抽選的報告 就 月經期期是多少到多少 月經排卵期是多少到多少 黃期期是多少到多少 但是呢 這些並不能很精確的去判斷 一個結果 所以必須在這個時間去做抽選 那為什麼這幾年AMH會盛行 就是 有人需要 AMH的數量 數值 不會受到月經週期的 比如說在月經來的第一天 跟月經來的第十天 跟月經來的第十五天去抽 而有所大的便宜 但是呢 一般我們在判斷的這些 滴泡促進處 黃體促進處 跟動靜處 是會隨著月經週期 而有所不同的 大概是這樣 那第二個呢 就是其他的一些檢查 譬如說 蘇軟管的檢查 子宮鏡的檢查 當然強調 我們通常會設定在月經來的 第十天左右 甚至更早 只要月經乾淨的就可以做 而不會在黃體體驚坐 因為黃體已經坐的話 因為這時候子宮內膜已經增厚了 已經增厚了 所以你去做設定 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可能準確度會有影響 可能萬一他這個月 很不幸的剛好已經懷孕了 你就去給他做出門反射 那在後面就會有很多 憂憤跟 跟情況出來 所以必須去配合 月經的第幾天去做檢查 那至於說 剛剛提到的子宮內膜 的厚度 其實子宮內膜一樣 是隨著月經的周期 月經的第一天 月經的第五天 第十天 第十四天 或是第二十天 而有所不同的變化 它會變厚 那形態會變得不一樣 在插波下表現都不一樣 所以才會去配合 配合月經的時段去做檢查 才能給你一個正確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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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經濟制服 沒辦法 而是不會表現出的 一些理由 像有時候一些記憶流 或是甚至有時候 有些疾訊的感染 它會造成 周圍管的阻塞 這一塊 那另外還有我們剛剛 一直在聽到的一些 免疫性的問題 等等這些問題 如我們進入檢查 或是沒有真正的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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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能還是 想入獄 然後另外一親的朋友 還是要經濟檢查 那當然 有結婚時程 或是一個 不孕症的時程 也可以作為一個解禁 大概可以讓大家可以去知道 先去做檢查 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那檢查之後 如果真的沒有問題 可以再去做自然的周期檢查 那如果有問題 可以提早去做處理 那相對的 會比較容易 後續有好的結果 跟成功懷孕的擊退 那很多朋友會去吃中藥 那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中藥本身其實是 它是有效的 但是再次中藥之前 是要把一些中藥沒辦法排除 或是先做檢查根據 排除 因為在我常常跟病人講的當中 有兩種方法 大概是探討過 跟所有的研究報告 我們裡面 滿意最高的 一個就是 所謂的事管理 另外一個 大家會比較不怕知道 大概就是放棄 放棄懷 因為在很多 臨床的經驗 很多女生 大概做了非常多事管 結果最後一次她跟我做完 然後 我們要做 這次做好就放棄了 結果這次她就懷孕了 其實這個是常見的 或者是說 她努力了 好久做了 對不對 那中藥一定 然後說 下個月 就是管理 結果這個月 就好 所以其實 這個是一些 補助的方法 但是這些 通常這些人 都是在 沒有這些 我們講到 很明顯的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去做出狀況 因為洗礙 那如果說 我們這些 問題 要做檢查的 應該盡早把它排除掉 那這個好運 才會來到你的頭上 另外針對你高零財部 原因有中文 有中文 以兼軟的 各立組的政策 對 至於說高零財部的話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 應該說 雖然這些 其實她已經過了 應該說 就錯過了這個時間 那其實我們國家的政治娛樂法 有提供這樣子的一個捐軟的馬規 那其實它可以保障了捐贈者和受贈者之間的一些權益 所以比較不用去擔心 那當然有些年輕人開始覺得說 他除了費用 但是其實蠻多人也是一個幫忙 幫忙他們的一個小孩 幫忙他們這些比較年長的 他們都滿足這樣子的事 那有一些其實很多 十兩歲還在同學的父母 其實他們沒辦法去接受這個觀禮 沒辦法去接受捐軟的 但是其實就像我們 其實民法也還提到 所謂生的兒子就是所存储 那這個其實只要好好去理解他 好好去教育他 後續他還是會覺得 這個媽媽還是會傳奇 養父 養父 那這況 受管者 所生出來的小孩子 有一派 是先生的經驗 也不是完全是靈驗 所以其實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選擇 對於這些年輕大的父母 都很不錯的選擇 那對於年輕的父母的話 年輕的女孩子的話 大概可以覺得 這是幫忙幫忙這些另外一個部分的人 去完成他的一個喜悅 那也算是功德 不好 你最親自的 背景 今天into 是見了